约传新一拳 渡明传承代表人应要访问开封少林寺武术院 渡明老权是 渡明传承代表人应要访问开封少林寺武术院 有新一拳国画师之称的 民营陈庄厚颜港村 约传新一拳老权师李天舍 周铁钢二权师 日前应邀到开封市少林寺武术院 永文院长热情接待 并与两老权师到大相国寺 隆丁公园参观路线 也会老权师在公园演示了 约传新一拳的多种积极实用大法 即两人合练的套锤 耳把锤等队练 并在市少林寺武术院训练厅进行学术交流 约传新一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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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兼应要相动 叶四所创制的 后发展为六合新一拳和行一拳 跟拳在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通过这次访问将对少林新一拳的发展 对促进少林武术文化的发扬光大 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对约传新一拳的传承 进行与少林新一拳的相互交流 有重要的作用 将在武术体育史留下光辉的一页 学习传统大发 学习十大门派 传统武术大拿破三发 请来开封少林寺武术院 讲義 讲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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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